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 马上来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是张瑶接任证交所董事长 韩社酒店插旗宜兰礼拼2018年损评 网家商店接第三季金件亏损 Vogoro上月挂牌树木增三倍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震荡整理 盘面上苹概股表现持稳 受惠iPhoneX开卖 加上苹果财报亮眼带动 族群股价持稳 高价金融全职股也维持盘上小涨 支撑盘面表现 只是全职股台积电今天股价下跌 一连跌四个交易日 压抑大盘走势 早盘指数跌破10800点于五日线支撑 盘势仍以震荡整理看待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英国央行今天宣布调升基准利率 以因英国脱欧引发的通货膨胀 这是英国自2007年以来首度升息 英镑2号盘中重点超过1%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将推出价值2万亿日元 相当于175亿美元的系列措施 希望在许多公司人力不足之际 借此提高生产力 发展人力资源 上11前阿里巴巴集团公布 会计年度第二季财报 营收年增率增加到61% 是阿里巴巴赴美IPO以来最大增速 其中核心电商业务营收年增长63% 数位媒体和娱乐业务销售额增长33% 特斯拉公布第三季业绩 亏损来到历来最大 来到6.7亿亿美元 另外评价车款Model 3 达到量产目标的时间点延后约3个月 知新章马斯克说 模组设计加上自动化制造流程的复杂性 导致扩大这条产线需要的时间比预期长 新台电视展示报导 iPhone X今天开卖买气超旺 是i8的4倍 更多讯息马上回来 领导品牌 扇腾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 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 冷气 滤镜 以及多用 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 疼爱地球 扇腾热泵热水器 是您最好的选择 与空气结合 逐渐变黑的独家技术 还原自然发色 本职草本活养法表着色剂 全植物配方 重新找回安心生活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异菌透气除臭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欢迎回来 苹果新机iPhoneX今天开卖 在线过往排队抢货潮 电信业架上一开卖 几乎都是瞬间秒杀 预估这波买气不只旺到今年年底 还要延续到明年过年期间 销售量一举超过iPhone8 甚至是iPhone7的六倍之多 苹果十周年新机iPhoneX热闹开卖 电信业大阵仗排场迎接商机 排了三天的郑先生抢头箱 还意外拿到免费加码的iPhoneX 开心到差点说不出话来 应该说我们这些排队的伙伴 大家都一直以为是 只有120个人抽一支 所以我本来都跟大家讲说 随缘随缘就不要太在意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拿到两支 那个iPhone发表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的目标就是iPhoneX 然后其实我所有的朋友 帮我集气这样子 然后就没想到今天真的抽到 上午不到七点钟 虽然下着绵绵细雨 信义区涌现满满的排队人潮 iPhoneX开卖首日 电信业架上库存瞬间秒杀 有业者就预估 买气不只是i8的四倍 更是去年i7的六倍之多 220支 五分钟就都卖光了 我们预期就是说到年底 或者是说明年春节之前 应该会有舒缓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已经预购了一个礼拜 它大概是iPhone8的四倍 然后它是iPhone7的6.3倍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从它现在的供货状况 会一直供不应求 电信业寄出优惠促销 中华店旧机换新机 最高限折16500元 台湾大哥大月付1899元 搭配旧换新64GB iPhone X 零元带回家 远传推出限量100名的零元购机方案 百经会员续约 最高折价5000元 而业者也预估iPhoneX 侠带领先的3D影像模组感测技术 预料将领先竞争对手半年以上 买器我觉得未来iPhoneX应该会持续的燃烧 因为它这个3D的人脸的这个功能 可能其他的厂商 我估计有半年的以上还做不到 今年的iPhone8加iPhoneX 整体的销售应该会打破历年来 新的iPhone上市的记录 希望假如到货顺利的话 能够在一两个月的疏解 假如到货不顺利的话 可能这个买器要定延到农历春节了 3D模组脸部辨识 深度谨慎照相 尽管要价不菲 市场反映超预期 首播台湾地区iPhoneX订单 约40到50万只 业界预估缺货的情况 可能得延续到过年前 才有办法舒缓 新台地市曾一豪 胡宗翰沈未彤 台湾台北报道 看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 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经过乐观看待 第四季iPhoneX销售 需求超出市场预期 金融时报 英国通风效应 英国央行十年来首次升息 华阶日报 美国第三季生产力上升3% 三年最大涨幅 日本经济新闻 AI研究美中竞争激烈 日本存在感微弱 刷脸已经成为科技应用的关键字 休息一下带您看到 台湾锁厂的人脸电视指挥门锁 产业劲爆 我们马上回来 应新电子专业服务 拥有三十年卓越的线素代工 及模组设计整合能力 无论是汽车电子 电机机械 资讯光电 医疗保健 照明光电 机器人线素 绿色能源 皆能完美优化产品 提供客户最佳解决方案与产品服务 顾客收选的事业伙伴 应新电子 国立交通大学产业加速器中心来临 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 提供创业团队全方位且立即的服务 资金媒合 业实辅导 国际网络 共同工作空间 国际行销 媒体广宣 整合资源 促进产业技术 加值与发展 最优质的新创产业加速平台 IAPS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刷脸科技 在产业上的运用 由台湾业者研发人脸辨识智慧门锁 只要透过自己的手机就可以达到辨识功能 马上带您看到 在台湾有50年历史的建筑门锁大厂 如何提升传产价值成功转型 输入它的开锁密码 然后手机就会跟门锁沟通 解锁密码只是第一步 它要经过人脸辨识才能顺利进家门 台湾建筑门锁大厂 也50多年的经验 研发具有人脸辨识功能的智慧门锁 一秒就能辨识 简化操作与设备 更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这个市场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叫做商业市场 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被客人接收 一定要透过Ewell或者是ITS 这种认证公司来认证你的产品 才能够在市场上销售 来 请进来 了解市场动向 业者舍目领眼光投放在门锁的高端市场 带领公司从代工生产三级住宅门锁 转型生产高技术门槛的商用一二级锁 并投资上千万新台币 在工厂内打造三个符合 NC与UL规范的产品测试认证实用室 包括防火门锁和支援门锁的网户测试 以及振动测试 那这个测试是要测试它里面的 组装的零件 是不是能够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标准是0.25 那现在它的政府是35 这份坚持要从1997年说起 舍目领正式继承户业 接下连续亏损十多年 负债超过3000万的公司 原本生产的低价锁 利润低 加上市场消价竞争与景气影响 公司营运岌岌可为 舍目领决定放手一搏 抛开传统的经营模式 凝聚公司团队力量 朝向研发高端产品 向国际大厂学习管理制度 像我们一直都留在台湾 利用台湾的资源 本身也是一直在追求进步 虽然说那时候台湾工资一直上涨 土地也不便宜 可是我们还是磕尽困难 想办法研发更好的产品 来获得更好的利润 舍目领的转型方针尽效 员工人数从70人成长到150人 工厂户地扩增到4500平 更为市场赞誉为亚洲最佳锁厂 应应时代需求 舍目领以50年的深厚基础 结合物联网等科技应用 每年投入至少3000万新台币 作为研发资源 儿子沈亿廷也加入研发行列 担任创新研究长 为公司注入新能量 除了现在我们是与手机 去做一个结合 当然这只是一个 算是我们的第一步 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的产品可以保留 与其他不同领域的技术 去做一个搭配 也就是创造一个双影 或者是有自己的弹性去成长 我们有已经打下很好的 mechanical的基础之上 来加上一些elegical的功能 那这些elegical的功能 一定要跟跨产业来结合 跨产业跨系统来整合在 我们这个新产品上 同一只手机用同一个画面 我就可以直接做操作 我也不需要特别去做 额外的一个设定 除了人脸辨识智慧门锁 还有透过手机蓝牙 NFZ功能 不用连网路的智慧门锁系列 团队创意源源不绝 未来更朝向智慧家居 甚至到区块链的应用 创造MIT智慧所品牌价值 开启欧美市场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6号连续5天无偿解决5缺记者会 7号文在寅与川普首尔高峰会 8号川普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 9号欧洲央行公布经济报告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